帮朱立伦站台时 我们看到可以说是这两天激情演出 他细数陈水扁执政时的一些负面数据 包括了桃园机场排名落后 还有八纽案被骗三千万美金等等 吴敦一又发明了个新的名词 他以台湾调到亚洲四小龙之委 来讽刺扁苏蔡三个人是三口主 他干八年把台湾从四小龙之头 干到四小龙的尾巴 吴敦一激情演出 就是要选民千万别忘了 扁苏蔡曾是福院铁三角 生死历劫 独立把陈水扁拉进五毒选战 夏蒙耀是为了唤起选民记忆 把当过正负隔回的苏蔡两人 和贪腐捆绑 强化扁苏蔡三位一体的绿色印象 想尽办法脱掉绿色包装的蔡英文苏贞昌 当然不想跟陈水扁一国极力撇清 国民党真的选情告急了 而且乱了方寸 根本是口不择言 现在连格调都不顾了 是谁当初唱高格调选举 现在渐渐的露出真面目 来用扭曲抹黑 粗笔的话语骂人 蔬菜城市扁政权核心是不争事实 只能煮起高格调防火墙 要大家忘掉绿色过去 但是老江湖吴敦义 又怎能放过绿色蔬菜 让他们尽情扮演小粉红小粉蓝 候选人不宜激情演出 吴敦义使出还原大法 洗掉腌制花粉 要让北二都蓝的归蓝 绿的归绿 这段时间努力听